嗨 大家早 我們在雨天機場 今天要去北海道 去穿 那我們今天要坐的是什麼飛機呢 大家知道什麼嗎 日本航空 但不光是日本航空喔 那他是有跟很厲害的東西聯名 就是第四尼一百週年的聯名 超開心的 那就在前面這邊 等一下就準備登機 超期待 剛剛我有拍到就是那個飛機的重點 就是來就是停靠那個登機門的地方 超期待的 真的 那我們的話等一下就準備登機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出發前往北海道吧 但聽說北海道現在是下大雪暴雪 還不知道一定不一定 能不能就是到旭川的機場 有可能會中途就是回來雨天機場 就是要看天氣狀況囉 那我們就期待我們今天這次的旅程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不過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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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高興 我們要去穿 現在負五度 超冷的 那我今天穿的雪雪來 萬事俱全 那我們要搭這個 77號線到 飯店 let's go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要抓車到飯店 放行李然後再去吃 中餐 我們到了北海道的 旭川 那我們先來飯店放行李 那就是從機場還有直通 巴士到就是飯店這邊 那就是住歐姆新野集團的 歐姆7 那我們就趕緊先去放行李吧 Let's go 然後沒吃飯真的肚子超餓的 Let's go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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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牙刷背品這些 還有睡衣的話 就是在這邊來拿 那睡衣的話都是one size 那有小朋友的睡衣 那還有一些就是 還有泡澡粉啊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箱 就是歐姆7的北海道旭川店 那的話 我們就出發來看房間囉 你進來看到房間 哇 一大片的落地窗外面到底究竟會是什麼風景呢 我們來去看 哇 天啊 外面看 就是這個風景也太美了吧 Oh my god 那 床的話 就是有兩張床 所以我今天就一個人來 那的話 我就是可以 各睡一天 一張床 這樣子 那我想要睡這邊 這邊的話超漂亮 很期望就可以看到這個風景 那中間的話 就有放一個桌子 那這個桌子 就是可以 就是吃東西啊 或是你要工作什麼 用電腦都可以 我覺得蠻方便的 那我覺得它就是為了省空間 就是沒有放什麼桌子在這邊 那就是下面的話呢 就是可以給你放行李箱 那都是很方便 就是節省空間 那我覺得空間呢 然後都還蠻大的啦 對 那就是硬體設備 就是比較老舊一點 那電視就超級小台 這樣子 鎖的話就是這種舊舊的感覺 但就是也不會說多髒 那都是有在維護這樣子 整體下來看的話 就是還是 我上次去那個什麼 北海道的 雜晃住的那家 我真的覺得那家CP值超高的 房間內就新鮮的 然後連廁所浴室也都很漂亮 那我們現在 要來去找晚中 中餐 現在已經30點 我還沒吃飯 現在要去吃拉麵 整片都是雪白色 超美的 就是好像北海道絮川才有的 空間便利商店 那我們到的就是 三頭火 在絮川它就是本店 之前在台灣有吃過一次啊 但就是 嗯 好鹹 那我們現在來到火頭山的 三頭火 三頭火的拉麵 來得開心 謝謝 謝謝 我點了辣味噌拉麵 感覺超辣的 那我們要開動了 還有點它有名的湯心蛋 開動 開動 先喝原味的湯土 超好吃的 耶 那我們吃完拉麵拉 那我們現在要去超市買點東西 然後到飯店吃 然後等一下晚上再出去吃飯 那我們現在去車站這邊逛一逛吧 那現在已經才四點多而已 那這邊就已經 晚上了 就整個天黑超快的 應該是因為家常下雪 現在才四點喔 就已經整個快要天暗 那已經晚上了 我們今天的飯店就是那一家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吃晚餐 很美麗 好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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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クリスパス的英文 啊 FIRST LOVE的計程車 可不可以有位子呢 究竟會不會有沒有位子咧 那我們敬請期待囉 謝謝 我們成功進來了 終於找到了餐廳了 那這一家也是不錯 他也是算老店 然後這是每一個人都有包廂 就是一個人每個位子這樣 然後我這包廂可以看電視 也太酷了吧 很像在自家裡一樣耶 很喜歡 阿姨自己很堅持說 他要自己調醬 我們剛剛就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回來飯店 那飯店的話 裡面的話 現在就有WELCOME DRINK 就是可以讓你喝免費的飲料 剛剛紅茶還有不只紅茶 還有別的 還有那個Sparkling Wine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Lounge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坐在這邊吃東西啊 然後可以就是 黑箱交流的地方 我就覺得這邊真的很不錯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飲料 然後還有Sparkling Wine 這邊他就是有給滑雪人準備 就是這邊就是上蠟區 也太酷了吧 飯店就是提供 就是可以給你就是 花雪板上蠟 那這個的話 就是地圖 就是附近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那這個就是最有名 FIRST LOVE的 那個圓環 就是在這邊開計程車 那飯店的話 就是在這邊 飯店在這邊 那飯店附近的話 就有很多美食啊這些 然後可以給你介紹 那我們現在換完他的睡衣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泡湯 耶 就是下雪天泡湯的話 就是非常爽 這邊就是Lounge 那這邊就是還有免費的冰棒 可以吃 看上哪 休息的Lounge的地方 很讚吧 我們剛剛已經泡完澡 然後呢 就已經回來房間了 就準備睡覺囉 因為明天早上要吃早餐 然後還要坐10點的接駁車 到旭川動物園 超期待的 好吧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晚安 拜拜 大家早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囉 那 等一下要坐10點的接駁車去 去川動物園 期待囉 那我們先去吃早餐 Let's go 那OMO7這家的早餐 非常的有名 那就是他這個的 山葵的鮭魚飯 那他是白色的山葵唷 然後味道非常的香 不會說非常的辣 鮭魚鬆餅也非常的有名唷 麵包的話也都是自家製作的唷 哇 他的早餐真的超豐富的 那我們來開動吧 他的哇沙比味道超豐富的 讓他看看哇沙比啊 是白色的 那我們現在吃完早餐 準備出發去動物園囉 Let's go 動物園 阿塞川動物園 動物園 那門票的話是一千塊 然後給付信用卡 給付信用卡 給付信用卡 超漂亮的啦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片 就是北海道的風景 讓大家看 很木隱耶 太多隻了吧 超大的整片雪白白的動物園 我第一次來這種動物園 真的超開心的 那他就是早上十點半開園 然後到下午的三點半就關園囉 大家要注意時間 那我們現在要趕著去看那個 企鵝的散步秀 我正在拍拖 你的臀場 我喜歡看到 這個動物園 有名字 就是這個動物園 我們剛剛看完企鵝 這個超可愛的 他在那邊走路走路 然後他會貼近你的鏡頭 超可愛的 真的覺得說是非常值得來看的 真的推薦大家可以來看企鵝散步秀 真的讚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 那他是分合一天要量場 那還是要看當天的雪況 然後還有就是天氣的狀況 然後看企鵝都可以散步秀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餐廳 這邊休息一下然後喝 第一個玉米農夫 北海道就是玉米非常有名 還有就是炸玉米丁 超香的 超好吃的 要被他們的玉米農夫 那這次呢我們剛剛吃完飯 然後呢就在附近逛一逛 看了超多動物的 就是剛剛看到一堆 有熊啊還有一些什麼企鵝啊 還有一些鳥類的 還有豹啊獅子那些 真的就是他是在戶外的動物 我就是覺得做得很不錯 就是很天然就是 就是園區真的是蠻大的 然後給動物的空間 也都很大 他還會放動物出來就是散步啊這些這樣子 然後呢他很多就是因為冬天的關係 很多動物園區都沒有開放 那沒有開放的話他就是會閉館 就是有時候會寫說 因為冬天有些動物在冬天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說大概半天就可以了啦 好 那我們就繼續逛 然後等下就準備回去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準備等車 然後就回飯店 那我剛剛買了一個就是 背海道海背得到的 新小綠城也超酷的 然後看看喔 看看到底是什麼味道 嗯 他綠茶味雖然很重 但就是有淡淡的薰霧草香味 他覺得蠻清香好喝耶 我覺得 而且他是無糖然後滴咖啡因 那我們現在要來扭蛋 就是扭他們這個 西川動物園限定的扭蛋 他扭蛋就是做的這樣 他們是官方公式的扭蛋唷 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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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是北極兇 兇北極兇 兇北極兇 感覺好像是 藍色的底是什麼 該不會是這個吧 青蛙 那我們現在要坐車回飯店呢 我們跟動物園說拜拜 那我們現在出發吧 Let's go 那我們現在就剛剛回到飯店 那剛剛飯店回去 我發現我扭到的這個扭蛋 竟然是北極熊 我以為是那個爛青蛙 結果是北極熊耶 超開心的 我剛剛仔細看 欸 是北極熊耶 打開給他看 應該是吧 你看看他有腳用那個水的痕跡 應該是北極熊 我們來看囉 喔 北極熊 耶 我最想要的就是那個北極熊 哇 北極熊 耶 get 這樣五百塊 他們就是西川東元限定的扭蛋唷 OK 那我們現在就趕緊出發 就是去附近的地方走走吃飯唄 我們現在要去吃 Napolitan 沒錯 就是北海道非常有名的鐵板 義大利麵 就是醋店裡面 你們都要吃的 雖然不是同一家 但就是北海道人 他們很喜歡吃 就是Napolitan 真的不管哪邊 很多那種家庭料理店 都會為Napolitan這道料理 那我們就來期待一下 是不是怎麼樣子吧 就是這家家族庭 他就是很厲害的Napolitan 在二樓 Let's go 很有感覺耶 好有味道喔 有那種招呼時代的感覺 來開動 開動 開動 他的Napolitan 就是跟台灣的那個 早餐的鐵板麵完全不一樣 真的 炒的超沙實 然後又再上鐵板 又再就是去煎 他的麵就會變比較硬 脆脆的那種感覺 口感真的超好吃的 很多 剛剛吃完Napolitan 我們現在的話就是要去那個 咖啡 有一家很厲害的咖啡喔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 繼續吃 那我們沒錯 北海道就非常冷 所以我們就一直吃吃吃吃吃 Let's go 到了就是這一條 這個圓環 就是初戀的女主角每次開車都會經過的這一條 然後呢就是這邊 劇中傳說中的就是開著計程車繞繞繞繞繞圈圈 就是在這邊 天啊超美的 天啊 晚上感覺就不要趕快 那後面就是 那個初戀的場景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喝一家咖啡廳 因為它到六點 那趕緊過去 因為等一下五點半還要吃東西 所以我們先去喝咖啡再去吃晚餐 那我們到就是這一家Fukyoshi Cafe 這非常就是老宿的建築物 那我們進去吧 那我們現在在咖啡廳 那這家真的就是非常 我其實很喜歡這種裝飽 然後整個店面風情啊都是非常有道地的 那我們再期待餐點囉 是脆的 太好吃了 它皮是脆的 酥皮了 酥皮 然後上面那個酥皮 然後裡面再去包著這個紅豆鮮 超好吃 它下面呢就是紅豆 然後還有牛奶跟抹茶 這樣去拌著喝 好喝耶 好喝耶 很濃郁的抹茶 然後呢 裡面那個紅豆米跟牛奶搭配起來 就變成抹茶紅豆牛奶 推薦大家來這邊一定要點它這杯 抹茶 然後牛奶跟紅豆這個組合 然後再慢慢享受時光吧 然後慢慢享受時光吧 好啦那我們剛剛喝完咖啡廳 那我們現在要來去吃晚餐 那就是昨天本來想去然後叫做客馬 那我今天昨天晚上馬上立馬一約 因為這家真的聽說非常厲害 它是北海道的創作和食料理 那我們到的就是這家 這家是北海道的 昨天沒有吃到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吃到了 耶 我來進去唄 現在在你面前烤麵一吃 那下就是我的烤 那奶肉我點的話 這是干貝奶油炒飯 然後跟他們這邊最有名的烤 然後還有這個烤麵杖 謝謝 我現在擔心我點點太多 我分量怎麼那麼大 天啊我剛剛吃我飽了 超飽的 天啊我真的點太多 我以為他分量很小 就是G9個買 大家都知道 分量很小 結果沒有 超多超多的 哇那個炒飯真的一大碗 剛剛有一碗飯量吧 哇塞 然後那烤魚真的是一大批魚超大 一整條魚 我覺得說我今天吃了 大概兩人份的左右吧 吃了五千四百一十塊 然後幸好這次有那個 Coupon就是住宿的時候 他會給你 就是 折架券 然後就可以用 來玩雪了 天啊雪對 快比我高了 現在已經回到房間了 那今天的話就是 我們去了動物園 然後還吃了很多東西 吃超多 吃超飽 然後還去了超市買了一些 當地的 在地的東西 那我們就來開箱 給大家看說 我們今天到底買了什麼 然後吃了什麼東西吧 那首先開箱之前 我們要先感謝 我們這次的贊助商 Not Your Smart 他們贊助我這個包包 讓我這次北海道旅行的話 就是買什麼東西都可以 直接坐到裡面 那他們的品牌裡面呢 就是為旅行而創新 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品牌 而且它的材質都是非常的好 像刮風暴雨的北海道呢 完全不用擔心它會濕掉或髒掉 它的面材就是那個降落傘的那個面料 所以非常的防水 只要碰到雪啊或者是水 直接就會輕輕的直接掉下去 就不會黏著在那個布面上 真的非常推薦唷 那它的最好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磁扣呢 就是它是磁鐵磁扣 那就是你只要輕輕的 它就可以直接扣上 那它就是德國的Fight Lock的 這個磁吸的磁扣 那就是非常的方便 那還有就是呢 側邊的話 還有就是可以放雨傘啊等等之類 非常就是有防水的層面 那還有最愛的地方 它就是這邊啊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我需要的東西就是放筆記型電腦 那他們這個牌子的筆記型電腦的話 就是可以放到 就是16吋 那我的14吋呢 它就剛剛好 就是可以直接放進去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它這個好處的話 我個人覺得說 就是呢 嗯 你去旅行的話 帶著小提携引箱 那你就是可以直接掛在上面 然後這樣走來走去 都完全沒有問題 像我這次來北海道旅行 就帶一個超小的行李箱 然後跟這個包包來 完全就是沒有問題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一下 我們今天到底買了什麼東西吧 好啦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戰利品 超多的唄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買了什麼東西 那的話 就是這個 每次來北海道 我都一定會買的其中一樣 就是這個 他們的乳酸飲料 那它就是北海道限定 才喝得到的飲料唷 那它喝起來就是 比科爾比斯還要好喝 真的非常推薦 然後呢 還有這個 我最愛的就是 玉米麗茶 玉米麗茶 真的非常好喝 這個玉米麗茶的話 它是沒有咖啡因 然後的話就是 真的喝得到玉米的純香味 真的非常棒 再來的話 就是乳酸飲料的話 還有就是呢 他們的牛奶啊 跟這個優酪乳的話 都是非常有名的唷 那的話就是來北海道的話 就是要來喝他們的牛奶 非常推薦 這幾個 乳酸飲料跟牛奶 還有玉米茶 都超愛的 那在動物園的話 就是呢 我買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挖耳朵的 那它就是北海道限定 是要送給我媽 還有我家人的 他們都很喜歡這種小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企鵝的餅乾的話 那它是冰花 那它就是跟那個一個 很有名的餅乾店聯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要買明信片 明信片的話 超可愛的 大家看 就是他們這個 去穿多維裡面所拍到的 超可愛的飛機熊喔 超可愛的吧 這個玩熊 還有這個 超Cute的 再來的話就是呢 他們就是還有這個 楊魚片 就是北海道非常有名的 那我這次買他們限定口味 紅玉 那的話就是 期待它味道是什麼樣 雖然我也沒吃過 那的話我們這次的 就是北海道的 第二天的旅行 的開箱 就到這邊了 那等一下的話晚上8點半到9點之間 就是飯店還有提供免費的拉麵 可以來做使用 那我在想要不要吃 我現在肚子真的超飽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 現在這8點半到9點之間的話 它會有免費的拉麵可以吃 就是旭川的拉麵 那我們趕緊來排隊去吃拉麵吧 那它這個拉麵的話就是 你沒有拿到券的話就是不能吃 那它大概說 他說7點半的時候就會有發拉麵券 哈嘍 大家早安啊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去退房 然後呢 開啟我們的第三天之旅 那今天晚上的飛機的話 是8點的飛機 那的話我們就先去附近逛一逛 然後5點多的時候再去 坐機場巴士 到機場吧 那我們出發吧 Let's go 飛廳早上先去喝杯咖啡吧 我早上也沒喝咖啡 哇 哇 真的覺得生活在北海道人很強 可以耐含耐的 那我們到了 就是這間咖啡廳 它的裝潢我也很喜歡 就是我看它網上 就是很有 就是那種 以前復古時代的感覺 然後裡面非常漂亮 猩猩的 你看看 就是這家 PUSH 好漂亮的 聖誕庫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星巴克買杯子 為什麼要買杯子呢 因為北海道它有限定的城市 是經典新的 那的話樣子真的非常可愛 等一下給大家看看 雖然就是國際機場的話 都會有 像雨停機場什麼那種 機場裡面都買 城市杯這些 就是全國的 但我個人覺得說 嗯 還是在當地面比較有感覺 是這款 雪人的杯子 就長這樣子 然後兇兇的 它裡面是藍色 我們現在就來吃午餐 我現在超餓的 我們來吃這家拉麵青葉 就是本店 那我們let's go 拉麵青葉 它的麵啊超好吃的 彈性超豬 超美味 超級推這家青葉 大家一定要來吃 好啦 那我們現在 就已經先回到飯店了 等一下午店的時候 要坐接駁車到機場這樣 那這家飯店好處就是說 它的那個 有機場接駁 非常方便 直接就是故鄉來往機場這樣子 就不用拖著心裡 這樣走來走去這樣子 很方便 到機場了 困得死了 然後這邊機場幾乎什麼都沒有東西 那我們這一次的 北海道之旅的話 就到這邊啊 那大家 記得喜歡影片的話 老樣子按讚 加訂閱 還有分享唷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這次的話就是非常感謝 就是 NIO Smart的贊助 那的話就是 他們這個包包的話 這款的話是 那個 Herman's Pro的包包 那的話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 可以到他們官網去做購買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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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